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OutaTV 应该不是Dima Lafons 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特别不可思议 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跟我朋友身上 今天就是讲我跟我的朋友 去一家影视小商店买作福童子的一个事情 就是一些怪事情 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首先先讲一下我的朋友吧 我的朋友呢 他是一个二手啊 古董的一些收藏爱好者 他是特别特别沉迷于收集娃娃 他家里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娃娃 而且他的那些娃娃呢 不是那种毛公仔 是人形娃娃 就是那种有人脸的那种 其实之前我已经有问过他 家里买这么多的娃娃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他也跟我说没有 他的兴趣爱好是这个 收集这么多娃娃是一点怪事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他在古董市集上面还淘了一间娃娃屋 就是说专门用来放这些娃娃 因为他娃娃的地方还蛮多 就有法国淘的娃娃 有日本淘的娃娃 还有美国淘的娃娃 就有一些是新有些是旧的这样子 我跟他逛街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沉迷那些娃娃 因为我之前听一个 就香港的鬼王他有讲过 他说娃娃的话 你不要跟他有太多的交流 有些人就会给娃娃起名字啊 或者是每天跟他聊天 他说这样子娃娃就会 比较容易有一个交感 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我就有问说 你有没有跟娃娃起名字啊 他有 但是他说他平时没有怎么跟他们讲话的 所以这点我觉得还好 一直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 几年都是这样子啊 有一天呢 我跟朋友呢 就约了去一个地方喝东西 但是呢 我们去到的时候呢 正好那家店那天没有开 其实本来网上说他开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没有开 就特别特别巧啊 其实他那家店也不太容易找 他就是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有一个小院子 小院子里面就是有几家店 就是一些咖啡厅啊 古董店还有鲜花店这样子 有几家 我们那天就是很失落 因为那个咖啡厅他没开 我们看到咖啡厅旁边 有一个老爷爷就坐在旁边 然后我们就过去问他 这个餐厅是不是在这里 他说对啊就在旁边 但是他今天没开 然后那个老爷爷呢他是不会讲法语的 他只会讲英文 其实他英文也不算特别好 准备走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一家古董店 但是我们当时完全没有留意到 原来那家古董店呢 就是那个老爷爷的 我们开始是在门口这边看 就觉得他东西是非常吸引人 说实话哦 这家古董店不太好找 是比较隐匿的 我自己是这样的感觉了 外面他摆的东西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他能够找到很多日本旧的东西 很旧的日本明星的卡式带 日本的花有一些中国的花瓶 就都有在上面了 还有一些老照片 觉得还很吸引 觉得他的货真的很不错 然后哇一进到里面 我就惊呆了真的 就里面的东西真的是 可以说是四个字 就别有洞天 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的娃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个电影 叫做诚如神之所说 电影里面出现的东西呢 它里面都有出现 一排呢都是那种日本的木桶公仔 还有坐福桶字 没错 我第一次在巴黎 在法国看到有坐福桶子卖的店 而且是这么多的坐福桶子 当时呢我们在看 看到一半呢 那个爷爷就进来 告诉我们 他说这些就是宁牛 然后这个爷爷呢 他说他是在日本呢 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应该三十年 然后他就在美国住过二十年这样子 他说跟日本有一些合作 就会运一些坐福桶子 过来法国这边卖 但是他又跟我们讲 这个坐福桶子又是不卖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可以从日本把这些坐福桶子搞到这边来卖 因为他说他在日本嘛 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几句日语之后 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跟日本的一些开夏 是約束 所以他就每年拿一些坐福桶子过来这边卖 然后在那店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精致的东西 就除了有坐福桶子之外呢 还有一些 那个陶瓷脸的娃娃 因为这个我拍成了Vlog 然后在我之后的影片我会放送给大家 它里面的东西是 好乖 一个娃娃就几百几百欧 起码肯定是上百欧的东西 每一件小东西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他特别是那些欧洲陶瓷脸的那种娃娃 其实那种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啦 他那种娃娃的话一个就卖到可能 八百欧元左右 很贵 真的当家点 我朋友都是一进到去 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哇 头去摇一种也卡绝了 好像有一种东西吸着你 这样子就是我不太愿意走 觉得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很漂亮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很有历史感 就突然有那种气息就很吸引人 哇非常神秘的感觉 看到很多玩偶嘛 我们会感到有一点点诡异 但是更多的是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我想把这种玩偶抱回家 我们就看中了作福童子 然后它其实有蛮多的 当时那个老爷爷可能看到我们有意思 他就首先打开柜另外一边 日本的一些木头玩偶嘛 他就跟我们讲这个都是19世纪的 那全部都只250欧一个 还有旁边这里有一些作福童子 就也是旧的 也是19世纪或者是 19多多年就是比较前的 就比较历史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看那个作福童子呢 他也没有跟我们解释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说是happiness 这样子可以做是一个presento 这样子送给别人 他有跟我们这样讲了 但是我是看到 他的作福童子呢 他的脸蛋呢 确实跟我们上网搜的一些 作福童子的脸蛋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可能感觉是比较旧式的 而且他的衣服呢 都是比较旧的那种 而且非常的精致 其中有两个作福童子 我还看到他上面掉了一个符在上面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从来没有看过 有作福童子上面有掉一个符 当时呢 我们就看到角落上面 还有一堆堆作福童子 然后还有一个头发呢 就是比较乱比较长的 就是有点炸毛的那个 我就觉得看到那个作福童子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感觉 一进门正中央的时候 就有一对那个人偶 也是19世纪的 就是比较旧的 他穿的衣服也像是那个时候 我朋友就很冲动 他突然有个想法就把我吓到 他就问我 他说你觉得好不好 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OK 但是我建议你先不要买 先稳住这样子 他就跟我讲 他说 我现在就想去取钱 把那个作福童子给买下来 我就说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冲动 我就摁住他说 先不要那么冲动 先不要买 其实当时我自己也有冲动 因为我是看中了一只大的 一只大的童子 我觉得那一只特别漂亮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眼睛就有一种感觉 就是好想 让我把他抱回家 但是因为我家 没有地方放 所以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那个作福童子 是怎么样的开价呢 老爷爷 他就开价说 300欧元 一对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couple嘛 当时那个老爷爷就跟我们讲 他不能分开他们两个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很强烈的强调这一点 说这个童子是不能够分开的 然后他要跟我们讲 你们就是有缘人 有缘人的话就给你们 300欧元一对 但他说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其他人来 就会卖给他们300块钱一只 一定要一起卖 就600欧元这样子 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以砍价一下砍这么多 就从600欧砍到300欧 就基本上我们没有怎么砍 然后他就跟我们提这个价格 然后那个老爷爷还跟我们讲 他说他这家店呢 经常会有博物馆的人过来看 他说他每个月都会飞日本一次 带很多东西过来 那个老爷爷他也看出我们 想买那一对筒子嘛 所以他当时就跟我们讲 他其实很好的 他也是happiness lucky 这样子跟我们讲 那么后面我就把 我朋友给摁住 我就说我们先考虑一下 我们就去逛街 我就发现我朋友整个下午 他都心神不定了 他就说我就是想 回去买那个筒子 我就很想买那一对公仔 整个人他都想着那一对玩偶 就是他不停的想 不停的想 我们当时也问了一些日本朋友 因为我们就很怕 他筒子里面有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嘛 因为毕竟那么久 有一个日本人是不太信 这种东西 然后有个日本人还是建议说 你不要买 他说一般这种东西 不卖的这样子 也不知道那个老爷爷 是哪里搞过来 我就觉得这种 有点扯啦 我之前看过一个影片 是日本神社下面 有很多座福筒子放在下面 就我是很怕说 那个老爷爷跟日本的一些地方 有約束 有约束这样子 他就会把日本一些 可能说里面有不好的 恶灵的一些玩偶 放到法国来买 因为法国人对 这种东西 他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们不会忌讳的 他们就觉得这种东西 是太美妞 就超可爱的东西 他不会想特别多的东西 他是玩玩偶的嘛 他也觉得300欧一对 这个价格是便宜 这个价格是真心便宜 后面他又把那些玩偶的照片 发给一些国内的大师就去看 那大师也建议他不要买 但他说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 可能就不要买 只要你家里没小孩的话 其实也OK 但是他说 尽量还是不要买啦 就是没有必要 说在家里放这种东西 开始就是这样子了 下午的时候呢 因为我赶了要走嘛 然后他又跟他朋友 又过去了 那个店看了一次 然后我当时我就没有去 就只有他跟他 另外一个朋友去嘛 我朋友呢就回家 职业时画画嘛 他就画了很多画 他就很想念那两个玩偶 然后他就画了一些关于那个玩偶的话 你在下午茶的时候他有画 然后回家的时候他有画 他有把那个画发给我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我没有交代 就是说 当时呢 那个老爷爷是打开了那个玻璃箱子 让我们去看一下那对人偶 我朋友呢 他摸了 他是接触了这对人偶 但是我没有接触 打开之后 他就摸了一下他的头 摸一下他的服饰 然后摸一下他的腿啊 手脚这样子 陶瓷的嘛 但是我没有摸 我就站在旁边 我就用相机拍 然后我朋友就有摸这样子 回到家的时候 第二天他就给我发微信 他说他害怕 我觉得为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昨天晚上听到 家里有脚步声 他是合租的 但是他的室友呢 这段时间放假回国嘛 所以他家里就他一个人 然后跟他的猫猫这样子 因为他在那个房子里面 也住了三年 就是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特别恐怖 他说他记得很清楚 因为他那天晚上是清醒的状态 他听到有脚步声之后 睁开眼睛 然后翻翻手机 是凌晨一点半的时候 好第二天早上 他起来就发现墙上挂了很多画 他就发现他的画有几个角落有掉下来一点点 这样子 就有一点位置不一样 这样子 他就特别害怕 然后重点是他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肩膀 就是好像被人家抓伤一样 就这他有发给我一个图片 就他肩膀就被人抓伤这样子 他就不疼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起床之后就发现这样子 我说不会吧 我说不可能这么斜啊 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 我说是不是那个玩偶想你带他回家 或者是你家里的玩偶 不喜欢新的玩偶那个气息什么什么 他说他也不知道 后面这个事情发生了两个晚上 两三个晚上左右吧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那个筒子你就不要买了 你就把那个链头给打消掉吧 吃了几天之后 他就彻彻底底的把那个链头给打消掉 可能过了四五天之后 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怪事 就家里就好好的 就头那几天就是特别奇怪 就晚上有脚步伸 然后就是画位置会变 然后还有身上会出现那种奇怪的痕迹 所以我也觉得 他那天第二天马上跟我讲的时候 我真的哇 我真的吓到 我不是吧 我说真的这么写 就觉得特别恐怖 但现在已经没有事了 这个事情就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了 所以大家 如果你们有其他别的猜测 也可以发留言下面要告诉他 不知道你们会觉得是 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 那么今天这一个灵异故事的分享 就到这里咯 如果大家有一点点想要 我打我打TV的话 请不忘记给我打一个like 然后拜托不动地 打TV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阿罗普下视频 再见